最终我们是百分之百赢的 一点都不用怀疑 但这个赢之前我们要付出很多代价 甚至把契格利用各种什么 迷失法庭逮捕 这次从第一天就是目的 逮捕你羞辱你 然后呢 把你更多的资产 给你连在一起给你抢走 利用它来摧毁机系列 等等等都会做 但是现在有两个事实 是绝对是百分之百的铁上定赢的 第一最终我们会赢 就是在赢在程序正义 还有整个证据的 证据上最后的完善 这是结果是真的假的 假的 真不了他肯定没这个事 就是美国最终司法 没有任何选择 一定会给这个案子 一个最后的真相 公平的真相 所以我们要对美国的法律呢 而这个情况呢 我们也一定要高度关注 现在美国的法律被人家操纵 被人家强奸 我们要替他利用这个案子 找回他的力量 找回他应有的公平 这是一点都不用怀疑的啊 第二个呢 现在这次媒体上 已经关注了将近一年多时间 包括要拍电视剧的 包括要这个连续报道的 然后美国司法部一定会调查 司法部就是中国的 就是检察院嘛 就是司法部检察官 一定会调查 国会一定会调查 一定会调查 就单伟健和安迪茂斯等 以及包括在BVI 未来的勾兑和前来前往 他盖不住 他铲不平的 最终一定会把在西方 包括在BVI的政治勾兑 利益输送查得清清楚楚 一点不用怀疑 而且我相信会把当年 和海根巴森白宫的这些腐败 和在美国司法部的腐败 最终这些 你会发现一个最有趣的事情 海平联盟案子 跟海根巴森的案子 周露的案子 Bernon Wu的案子 博讯的案子 熊贱民的案子 什么夏业良案子 郭宝胜的案子 所有的案子 海平联盟案子 包括吴征诈骗 还有腾讯音乐 还有什么Digital Group 全部会放在一起 美国司法部会做了解 哇 原来就这三四个人 还有这一笔钱 然后搞了这个事情 最后大白雨天下 美国会上看到 在彻底清除 共产党在美国司法部 司法部门 渗透蓝金黄的黑暗力量 同时惩罚那些 收了黑钱 弥灭良知的人 还有最后 就是新中国联邦在美国 成为一个正义的英雄的力量 成为一个真正的传奇 拍出电影和电视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